嗨各位同学你们好吗 我是CocoDoo来自越南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 农历是2月份的15 不知道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是那个日历 还有洋历和农历 农历是我们就是春节有春节的 那个下面的就是上面是洋历 就是New Year的意思 然后应该是很多国家都过洋历的吧 但是中国这边是 就是说我们越南也一样有春节 然后1月15 有约初还有十五 我们叫约初十五 越南这边是有一种习惯习俗 就是去拜给祖先 就是买一些水果呀 还有有些家庭还买 甚至他们还是做饭的 做菜的 然后是给祖先拜神 或者是去寺庙 1月有着元宵节 元宵节在中国也是很大的节日 他们一般都是春节从大年初一到十五 还是他们放假的时间 他们过完元宵 他们才回单位上班的 然后呢 他们在元宵节 他们是放什么就是灯笼 还叫灯笼节 那么叫灯笼节呢 就是他们 呃 口口看古代 电视剧讲到古代的时候 呃 他们很汉重 呃 这个元宵节的 呃 那2月份呢 2月份就是 2月初 还有今天是2月15 2月15过一段时间会到清明节 那么清明节也是SAK考诗SAKSKK考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 他们很喜欢考考生对传统节日的了解 那么今天coco会跟大家讲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呃 有很多同学参加过SAKK高级考诗 还有准备参加SAKK高级考诗的同学 对呃 复述这个部分都表示非常的 觉得太难了 然后难到影响到我们的呃 的的的的的心情的情绪 呃 呃 复述跟大家讲就是前面复述有三道题 一二三 那后面怎么还有三道题呢 所以前面我们复述哪怕是您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您还得认真的努力的去把后面的三道题完成的好 那您有可能也会通过的 所以呃 呃 不要呃 呃 被前面三道题而受到影 呃 不要为那三道题而受到影响的啊 啊 当然话说回来coco能理解的 因为的确是会让我们感到很沮丧的 嗯 那么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是呃 现在coco来跟大家呃 总结一下那个一二三那三道题 他们经常考什么 首先呢 他们经常考语言故事 就是说语言是什么 是借用动物的故事去讲 去讲 那动物有哪一些呢 有老鼠 老鼠爱大米 你们知道吗 我听见你的声音 有种特别的感觉 让我 嗯 然后是那是老鼠爱大米的一首歌 但是他们讲到老鼠爱大米并不是那首歌 老鼠爱大米是讲到一个小老鼠 掉到缸那个米缸里面 然后他是非常幸福的去享受 因为呃 老鼠掉在米缸呃 呃 缸米里 然后就说他们吃啊 就是每一天都只光吃 呃 然后睡觉睡觉起来就在吃吃吃 然后呃 到最后他发现了就是 他越吃那个米越少 那么他离那个嗯 叫什么呃 米缸的的的的的 就是能挑出来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了 到最后他还是死在那个米缸里边 就是缸米米缸里边 呃 呃 所以这种故事是呃 借用动物的呃 呃 行为 呃 讲到人 就是人在 当然他们不需要我们去去说 但是话说回来 呃 呃 有个主题 让我们去说 嗯 那么第四题 第四题 可能会有那个是第一第二第三 因为他很短 一两 呃 一般都是两到三个句子 但是有时候 然后他们会把呃 第一题的嗯 内容加上几句就变成了第四题 就是可可发现有一道题叫等待 等待 您知道等待是什么吧 等待就是等 然后一直在找机会在等 那等一下可可会跟大家分享那个等待那个呃 呃 复述还有等待 嗯 的朗读 嗯 他只是加上几句话 然后内容稍微有点改编而已 那么 除了老鼠爱大米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coco经常讲小马过河 不知道你们 自己阅读了没有 小马过河 小心一点啊 要不然是要考试的哦 小马过河 还有那个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的 呃 一只 一匹 还是一只 还是一条 狐狸 嗯 小狐狸 然后他还有那个是小马过河 讲的是 呃 一匹小马 小马跟 马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马妈妈 呃 有一天说你长大了 该帮妈妈做点事了 然后就说你把这 嗯 就带麦子去呃 呃 就是呃 去去去去把它磨吧 然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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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开心 能帮妈妈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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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开心 呃 呃 呃 心高采烈的去 呃 但是 有一条河挡住他的路 然后他东张西望的去找 四处寻找 然后见到一位呃 老牛 他问牛伯伯 水有有生吗 呃 水生吗 老牛说水到我的膝盖 不生 呃 很简 呃 但是他打算是烫过去 但是有一个呃 一只小松鼠 小松鼠是这么小啊 然后他说水很盛 昨天他的朋友被水咽死的 然后呃 小马就非常的慌张了 就是拿不住 拿不出主意来 所以 非常呃 他就是没办法 所以就回去呃 马妈妈看到 然后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 然后他把刚才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然后妈妈听到就非常失望的就说 那你听人家说你不会动脑子啊 人家说水生 人家说水碱 你不懂得去试一试啊 事情你不去试一试 你怎么知道它是到底是水是生的 还是碱的呢 然后呃小马就听妈妈那番话又呃 呃回到呃 呃河边 然后小小松鼠又见到他又说你不想死啊 你想死啊 你还想呃 呃 烫过去 然后小马说呃 我还没有尝试 我怎么知道 所以他还是呃 烫过去了 而 他的那个水也不是那么简 也不是那么深 呃 这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听他人说 自己去尝试才是啊 就像你们去考试 你们总是说 哎呦 哥哥说很难 很难 我害怕啊 不是的 不对的 我说是难 那对你来说有可能是小差一点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是你只要复述 你不要去说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呃 还有呃什么 还有那个是 呃 鱼棒 鱼 呃 那个是什么 呃 什么什么 有 鹿 鹿棒合征啊 啊 象征 嗯 鱼翁得利 嗯 那是 呃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是 嗯 好多耶 好多 街街 动物的故事 去讲 还有那个是 呃 乌鸦喝水啊 还有 嗯 啥嘞 嗯 乌鸦喝水 还有 呃 老乌柜和兔子 这个很老的故事 但是经常好 还有那个是 小老 小小猴 小猴是被 呃 就是 树枝刮上了 然后见到谁 就是把伤口 呃 给人家看 然后看你哇好疼啊好疼啊好疼啊 然后就是呃 见到谁都 把那个伤口给扒出来 给人家看 到最后还是呃 感染了 然后死了 然后老猴说 他是他呃 他是他伤死他的 就是 自己伤自己 呃 还有很多反正是预言 很多 呃 第二种呢 第二类 呃 Coco发现的 他们经常好 那就是一个 就是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呃 一个人要坚强 要走到底 呃 还有什么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呃 还有 失败是呃成功之母 还有年轻人 不要骑着赚钱 要积累经验 呃 还有读书 读书给人带来什么什么什么好处 还有那些是对父母 要销顺 不要等待 啊好 那现在Coco来跟大家讲那个等待的故事吧 等待 嗯 等待 稍等 分享 练习 哦 还有那个预言 还有小鸟 小鸟飞到森林 呃 然后一只小鸟在天空中飞行 它去寻找远方的母亲 小鸟飞得很快 也很急 三天后 它终于找到了母亲 它对母亲说 我飞了几百里 找遍了整个森林 虽然很渴 很累 但我很坚强 母亲听了摇了 摇头说 那你知道 你飞过的这片森林 有几条河流 啊 几个湖锅吗 小鸟摇了摇头说 不知道 他的母亲说 孩子 太坏的速度 会让你错过许多美丽的风景的 哦 这种故事会出现在 呃 第一部分 很多的 嗯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等待吧 哦 人事件 事业的成功 可以等待 庄家的丰盛 可以等待 爱情的甜蜜 和友谊的果实 也可以等待 而最不能等待的就是 对母亲的孝顺 和对母爱的报答 啊 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 作为晚辈的我们 不能因为工作忙碌 生活 奔波 而忽略了对母亲的关怀 啊 和回报 更不能以来日方长为由 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和医务 呃 那这个是说到等待 那些 那是复述部分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个是 嗯 嗯 好事的时候 他们怎么把那个等待 变成他们的主题 看一下 其实说来说去 他们的主题 还是反反复复的 呃 以阅读部分变成了 嗯 变成了 复述 所以大家还是多饭一饭就好了 嗯 好可怜的东西 还有幽默的故事 有时候他们讲的蛮幽默的 但是当然了 也更多的是冷笑话 冷笑话我有些受不了 就觉得 哎呀 这些笑话 让人觉得 太 太不怎么样 但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好事嘛 可可说了 好事啊 就是他们定的规则 咱们陪着他们玩就好了 啊 还有狮子和兔子等等 还是蛮多的 看一看 等待到底在哪 啊 这儿 朗读 第四题 朗读是 呃 H9 13 2 呃 1312 题 有 我们每天有许多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呃 在等待上的时间可能就有半个小时甚至更多啊 在等待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没有其他可关注的事情 我们的注意力便便便大家都集中在车怎么还不来或者研究啊我研究还要等多久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啊这类并无多亿多意义的问题上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啊 也因此变得不耐烦 呃 其实如果你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并调节好你自己的情绪等待也就没那么糟了 例如去旅行时我们可以把平日平日里没空而读的小说带上 在火车上或者是飞机的同时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排队买票时听听喜欢的音乐 呃 或与周围的人聊聊天啊都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天呀他们朗读的这么简单为什么每次抠口去考试都要朗读的那么那么得难的的的的的的的内容呢天呀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可难的内容了哎呀真的是头疼哦 太恐怖了这个啊 嗯 它是 科伦布日 科伦布日 啊科伦布日用以纪念意大利探险家殖民主啊 航海家 赫里斯托弗佛科伦布 于1492年发明美洲新大陆 开拓新天第一集 拓展 啊 扩展 西方文明 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假日 在美国科伦布哥伦布日为联邦假日 多数银行学校与该日方家 西班牙国庆日也定于同日10月12日 纪念理由与哥伦布日相同 哥伦布日是美国于1792年首部首先发起的 当时正是哥伦布发明美洲300周年的纪念日 虽然哥伦布为欧洲人开启了殖民 嗯 即 发展美洲的大门 但对当地的原住民 印第安 印第安人来讲 印第安人来讲 则是收到经历的开始 啊 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 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此被彻底改变 疾病 失去 土地 战争 不但令 大量印第安人死亡 而令他们无法自给自足 啊 成为美国社会的底层 甚至被当作不存在 所以每年到这一日 不少印第安人都会举行活动 汉语殖民 啊 统治 哇 这是很难 很拗口 就是说 他是讲到 寇寇 经常 寇寇觉得 关于历史和地理的短文 尤其是那些 外国人的地名 人民 呃 会让我们 读出来 读 大声读出来的时候 觉得很拗口 所以各位同学 大家得多努力咯 好 您 如果您准备考试 请您多翻一下 那个是经常出现的预言故事 因为有时候 它也不是那么简单 还有 呃 有可能是 第五第六题 那个辩论题的时候 他们会借用 每一个 一个句子 就说 就像 人家说 有人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呃 到底是 什么意思 您认为呢 呃 或者是 呃 只有死人 才不会 呃 犯错 呃 才不犯错 嗯 呃 等等 反正是 您得 呃 您得好好的去准备 要大胆的把话说出来 好的 我是抠抠杜 我准备给学生上课了 啊 不能太哆嗦了 好 您 周末愉快啊 我看不太哆了 我看不太哆了